听说他们来是抓犯人的 不知道兰湛会不会遇到危险 他其实已经不想以前的事情了 不想那个再也无法拥有的人了 也再也不想 看了看自己的小腹 他眼里带着眼泪和苦涩 也许人都是要遭报应的 魏无羡在自己的小屋子待了整整三天 他都没有出过门 要不是自己家的食材 实在是见底再不出去买点菜 他恐怕真得饿死在这里 三天不是吃就是睡 睡也睡不好 天天噩梦不断 他从镜子里看 觉得自己的黑眼圈 大得堪比熊猫 总是梦到以前的事情 除了做噩梦 就是梦到蓝忘机 要说前面的梦是害怕那后面的 就是苦涩了 他收拾了一下 简单的换了一个衣服就出门了 镜子里面的人苍白病态 身形消瘦 身上没有脊梁肉 衣服脱下来 身上的肋骨都清晰可见 想着最近几天比较危险 魏无羡出门的时候 还在身上装了一把水果刀 折叠的 反正买了菜赶紧回来 他一出门 结果迎面就撞上了蓝忘机的部队 魏无羡一看见军装就腿发颤 但是看见里面没有蓝忘机 他还是微微松了口气 为首的那个男生也是一个Alpha 年龄看起来不大 不过说来蓝忘机年龄也不大 那个看起来年龄不大的Alpha 看见魏无羡就连忙走了过来 道请问你要去那 这个村子最近有些不安全 还是别出门为好 魏无羡点了点头 道 我就去附近的店里买点菜就回来了 不然要饿死了 那个Alpha说到买菜的地方也关门了 这样吧 我们回去给我们上校汇报一声 看看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魏无羡仔细想了想也是 于是说道 麻烦了 说着 转身就重新把门打开进去了 整个过程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他们 神色淡然的不行 特别配合他们工作 等大门再关上的时候 蓝忘机别暗处走了过来 年轻的高级Alpha压迫感十足 他淡淡地看着重新关上的大门 那个年轻的Alpha说到上校 目前这里没有什么异常的 见蓝忘机不吭声 他又说上校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嫂子吧 嫂子照片我们也见过啊 而且脸上没有那么大的疤痕啊 蓝忘机到五年来什么事都能发生 走吧 人已经找到了 把正事办好再说 什么 找到了 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赶紧去 蓝忘机淡淡地说到今天早上抓到的 聂长官和兄长也到了 我们现在过去就可以说着 就带着他们走了 临走前还看了一眼紧紧关着的大门 神色有些晦暗不明 魏无羡根本就没有离开 他刚刚没有看见蓝忘机 心里除了松了口气以外还有些失落 但是他想 蓝忘机的手下的人都在这里 他应该一会也就回来了 万一碰巧可以听听他的声音呢 果然 魏无羡听到了Alpha的声音 但是因为隔着门魏无羡听不清 但是魏无羡已经很知足了 他缓缓靠着门滑下去 等到外面的脚步声一点都听不见了 这才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蓝熙尘是在这边的镇上 发现他们的行踪的 然后悄悄地一路跟到了他们藏身的位置 是一个荒废的车库 蓝忘机赶到的时候 蓝熙尘他们已经把这些畜生解决了 但是蓝忘机看蓝熙尘的脸色格外的差 问到发生什么事了 蓝熙尘面容凝重 他说我们后续又调查了他们的底细 发现他们不但做了违法实验 而且他们的公司名下 有一家做着逃色生意的店铺 蓝忘机到什么 蓝熙尘冷冷地说到 就是他们喜欢在大街上 雾色各种漂亮的Omega 然后趁他们出奇不易迷晕他们 把他们带走 然后关在专门囚禁在Omega的监狱里 本来我和聂大哥两天前就该到的 但是因为我们临时调查出了这个事情 我们后续查到了他们关Omega的监狱 蓝忘机眼神越来越冷 看着躺在地上不知道死活的人越发恨意 蓝熙尘继续说到他们诱惑Omega发情 让Omega怀孕 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是Alpha就留下 Omega就 蓝熙尘停了一下 在开口时声音都颤抖了起来就当场杀掉 蓝忘机眼睛猛然睁大 就连身后的那些跟着蓝忘机过来的Alpha都忍不住感到了不可置信 杀掉 刚出生的孩子 Omega怎么了 他们还是人吗 蓝熙尘看了看蓝忘机继续说道而且据我们调查 他们之前抓过一个Omega 但是那个Omega怀孕了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不过那个Omega被抓之后尽力反抗命死不从 他不受那些信息素的影响 而且我们通过监狱里那些Omega了解到那个Omega被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 然后逃跑了 蓝忘机道温家这些人不能留 蓝熙尘道我们想的也是 不过 这些罪证一旦上报 国家都不会放过他们 死刑是肯定的了 我们把那些Omega全部放出去了 但是我们没有查到那个逃走的Omega的信息 现在也没有找到 蓝忘机道这个人必须找到 他可能还能提供一些证据和线索 蓝熙尘恩了一声道 我们准备把他们现在就带回去了 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蓝忘机脑子忽然想起那个轻瘦的背影 他说先不回去了 蓝熙尘真的他不回去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也没有强求 倒好 尽快回去 蓝忘机恩了一声 整个空旷的车库就剩下蓝忘机一个人 他其实也不知道留在这里做什么 来这里碰见那个人其实就是意外 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他 蓝忘机以为魏无羡会过得很好 毕竟当初拿走了自己那么多钱 又那么干脆利索地离了婚 但是他现在看见的魏无羡和他想的完全就是两码事 他本以为过得很好的那个人 穿着全身不到二十块钱的衣服 住着看着环境就不好的房子 瘦的骨瘦临寻 面容苍白轻瘦 宽大的衣服根本就穿不住 想到这里 蓝忘机心口就有些疼 强大的信息素 因为主人的情绪开始控制不住地往外涌 蓝忘机深深吸了一口气 把自己遭遇的情绪压了下去 然后转身离开 蓝忘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这几天都在抓捕温家的那些余孽 确实都没有仔细看过这个村庄 他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 刚来这里的时候习惯这里的生活吗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村里不比城里 路上全部都是土 蓝忘机只是走了一会 干净的军靴上面就扬了一层土 不过蓝忘机倒是没有这么在意这个 一路走到村口 蓝忘机扭过头才发现 原来这个小村庄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破旧一些 蓝忘机承在村口等着他 见他来了就给他简单地打了招呼 说让他抓紧回去 回去还有着正事要做 又和村之书道谢 说这几天麻烦了 村之书连忙笑着摇头 道不用谢不用谢 说明尽 听说明尾